蚂蚁集团在我们大家的生活中可以说是有很多的存在感 一直以来在马云的带领下 阿里巴巴给我们大家推出了很多的应用软件 不都不说现在的互联网真的是让阿里巴巴玩明白了 其实他们也给我们大家带来了很多的便利 蚂蚁集团也是马云旗下的一个应用 一直以来也是受到了很多人的好评 而现在与蚂蚁集团有着千丝万缕关联的 印度版支付宝终于完成上市 一时间更是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 要知道这一次上市对于马云来说也是非常值得开心的一件事 毕竟现如今蚂蚁集团最大的股东是马云 所以说这一次马云或许也是要再一次崛起了 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今天的故事一探究竟吧 你认为马云的企业发展未来会变得更好吗 如果你认为会请在评论区打出会 随着印度支付宝的上市 他们也是得到了我们大家很多的关注 我们都知道中国的支付宝一直以来 在我们心中都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 不管是我们的日常出行还是交流支付等等 支付宝都成为了我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中国支付宝被我们大家广泛的应用 现在甚至已经发展到了印度 不得不说马云这手棋下的还真是大观 如今呢印度公司也是上市了 所以说大家对印度支付宝的好奇心 也是逐渐的变得浓烈了起来 据了解这一次的印度公司可以说是非常的拉风 这家募资约25亿美元的科技公司 成为迄今为止印度历史上最大的IPO项目 并且在我们的了解之下 也是知道了这家公司也是日后的一匹黑马 非常值得大家关注 因为现在他们刚刚上市 市值就约200亿美元了 那么我们中国的支付宝这么受欢迎 现在在印度有了支付宝后 他们是否会对这个软件有所了解呢 但实际上其实在印度支付宝也是非常受欢迎的 并且大家也非常喜欢用支付宝 支付宝在印度拥有广泛的用户群体 现在有手机的人 基本上人人必装的软件就是支付宝 而现在截止到3月份 印度支付宝也已经有了3.33亿注册用户 覆盖2100万商户 我们都知道在中国支付宝覆盖范围可以达到90% 也就是说14亿人口中会有将近10亿的人 手机里都会有支付宝 而现在这个数字到印度 他们覆盖了这么多 也就是说当前印度网民有7亿 相当于一半印度网民是支付宝的用户 所以我们不难看出 这个软件一经上市就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 从他们目前为止的用户量来看 这个软件已经成为了印度第一 全球第三的电子钱包 那么这个企业一经上市就受到了这么多人的追捧 想必研发的时候也没少花费心血在里面 其实印度支付宝的股东阵容也是非常的豪华的 我们都知道 一直以来在中国支付宝中 马云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 这是因为有了他 现在我们的生活才得到这么大的改善 除了支付宝以外 马云还在其他方面也对我们的生活提供了一系列的便利 而实际上早在2015年 马云的蚂蚁集团就先后两次投资了Painton 值得一提的是 他们用的是合作入股加技术输出的方式 助力Painton步入发展快车道 也就是说 现在这个企业发展了这么好的 很大一部分原因 都是因为有了蚂蚁集团的支持 一直以来 有句俗话说得好 吃水不放挖井人 所以说 现在截止到目前为止 蚂蚁集团仍然是Painton最大股东 持股比例25% 此外 值得一提的是 蚂蚁集团的关联公司阿里巴巴 也持有约7%的股份 由此 我们也不难看出 这些企业背后真正的大佬马云 现如今 也是再一次重回巅峰 而现在 身为蚂蚁集团背后的真正大佬马云来说 自己可能 也是要迎来新一轮崛起了 当然 除了这些股东以外 在印度支付宝中 还有一些股东 比如说 沃伦巴菲特的 伯克希尔萨哈维公司 孙正义的软银 也是这家印度公司的重要投资人 在这么多大佬的强强联手之下 相信未来的这家公司 发展一定会变得更好 实际上 最开始的时候 在公司上市面前 还是面临着很多的困境 如果说 当时不是因为 决策人的决策 还有自己背后的 这些股东的支持 我们也看不到 今天这家企业的成就 在PTM上市前 外界对其高估值 盈利前景 以及未来能否在 强敌环似的竞争中 杀出血路仍有质疑 当时因为企业经营的模式 缺乏重点 所以说 他们必须要通过一些手段 弥补自己的不足 也就是说 推出一些新的业务项目 来进行对自己地位的巩固 但是 麦格里资本 证券分析师指出道 PTM的商业模式 缺乏重点 方向不明确 除非 PTM开放贷款业务 否则 它仅仅作为一个 第三方平台 是无法赚大钱的 但是实际上 未来这家企业将如何发展 还是要看他们是怎样决定的 但是 现如今 PTM在 二一 财年数字钱包 和移动支付的 使用激增时 公司的收入 出现下降 对于这样的下降 相信公司 也是开始 重视了起来 毕竟 现在尽管 该公司的营销 和促销支出 减少了60% 但亏损 仍在继续 想要找到 真正盈利的手段 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 毕竟 现在的专家也不知道 应该如何着手 去对企业进行改革 而且我们都知道 现在市场上的企业竞争 还是非常激烈的 所以说 想要上市一家新的公司 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虽然说背后 有很多大佬的支持 但实际上 印度之前 已经有很多的公司 稳固住了自己的地位 现在 也是不可撼动的一种状态 我们都知道 现在印度国家支付公司 也是开发出了一种 用手机跨行转账的 统一支付页面 一直以来 只要是有新的系统出现 一定是对我们大家 生活提供便利的 而这一次 支付公司 开发出的支付界面 更是便捷了很多 用户转账时 不需要像PTM的 移动钱包那样 预付金额 也无需担心 不同钱包之间 互转的风险 所以说 现在这个企业 也是有如一匹黑马呀 迅速的出现在了 大家的视野之中 要知道 能够实现 这样的便捷的软件 一直以来 都受到了很多人的心血 所以说 它的出现 势必会为 印度支付宝的 上市 造成一定的影响 UPI的出现 大大降低了 市场参与门槛 导致竞争格局 更为激烈 我们都知道 现在企业的发展 离不开 大家共同的努力 只要能得到 群众们的支持 那么这个企业的发展 就一定会 变得越来越好 当时也是因为 看好印度市场的 广泊前景 所以说 除了PTM以外 还是有很多的 海外竞争者 来势汹汹 他们的出现 都是为 现在PTM的财务报表 带来了 很大的挑战 但正是因为这样 我们才能够 看出 这个软件 是否可以 突破重媒 得到我们 大家的支持 现如今 相信背后的 股东马云 和自己的集团 也是没有闲着 所以说 未来他们 一定会给出 更好的解决方案 让我们大家 拭目以待 看接下来 还会出现 什么更好的方式吧 看完本期视频 你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评论 关注我 下期更精彩 请不吝点赞号 并 誓